对家庭暴力发生的当下 民众要如何保护自身的安全呢 来看泰山三角社区结合新北市乐活公益协进会 进入社区举办了防暴宣导活动 主办单位表示 借由防暴武团向民众做家庭暴力防治宣导 以加深大家对于这项议题有基本的认知 同时还要让社区的防暴网络和通报机制 能够更加的完备 未提升民众对家庭暴力防治的正确预防观念 及通报敏感度 建构暴力零容忍 反暴力概念 泰山三角社区结合新北市乐活公益协进会 办理社区防暴宣导 长者都了解这种反暴力的事情 让大家知道里面如何去应对解释 或者是由当地的警察单位来协助完成这些防暴这些事项 宣导活动上借由防暴武团向民众做家庭暴力防治宣导 并加深民众防治宣导的知能 让社区防暴网络与通报机制更取完备与密集 我们由泰山区公所邀请来这里宣讲 将我们的防暴的概念宣讲给我们的长辈了解说 我们要怎么去保护自己 而且我们乐活公益协进会也有防暴武团 用舞蹈的方式来带动 把家暴的理念带动到 预防家暴的理念带动给长者之道 我们全民一起来推动 每一个都当社区的防暴雷达 来找出哪边有家暴事件 然后予以通报 乐活公益协进会深入社区协助推广家暴防治宣导 可培养社区居民的集体意识 凝聚社区力量形成社区安全防护网络 杜绝家庭暴力的发生 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道